好 歡迎回來 那我們等等要播的是 我剛剛其實進廣告的時候就已經有爆雷了 等等是SHOWTIME對上是CHAM 對 是神打蟲的比賽 果然是德國人 其實一開始因為他們選擇權太多了 而且SHOWTIME其實他也是非常厲害的神族選手 在我之前還在打的時候他那時候 他有拿過一個冠軍勒 對 他非常厲害 就所知他進步非常多 在我之前後半段打職業的時候 他還沒有這麼強喔 他是後續又一直持續進步上來 就是我剛剛講年輕就是本錢 就這麼簡單 他年輕嗎 絕對不大 他看起來絕對不 不不不 我跟你講 歐美他們很多外型看起來好像 怎麼看起來 我就講個簡單的例子好了 SASSEI知道吧 之前我去 就是瑞典玩的時候 居然不對就失去了比賽的時候 對對對 我不是輸了嗎 我在瑞典多待了三天 我去找SASSEI 然後我見到他女朋友 然後我們就討論到年紀的問題 他叫我猜他女朋友年紀 我直接給他猜個30歲 你知道我得罪了多少人嗎 他其實才18歲 我給他猜30歲 差這麼多 差超 因為他看起來就很成熟啊 對 我沒有覺得他老 但是就成熟 嗯 然後我又擺一步嘛 就隨便猜個數字 我可能覺得他就差不多30幾毛 我就猜30 那他有怎麼樣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的年紀要是坐落在24到30之間 嗯 因為他應該會不開心 可是他18太年輕了 所以他可能就無所謂 因為他18歲他覺得沒什麼 對就沒什麼 就是可能真的被你們亞洲人看起來年紀比較大 反正我只能講啊 這是我的例子啊 你猜別人年紀就猜小就對了啦 絕對不能再往上猜 就是 你可能覺得他幾歲 你在往下拉個大概3到5歲這樣 都沒關係 因為你會變成很美好的稱讚 來來來 然後想 假設他可能18嘛 我覺得他30 我可能就猜個23嗎 嗯 也不會得罪人嘛 他會覺得差不多 對啊 我還要更小一點啊 就沒事對不對 對 我猜個30我直接 難怪我那天覺得 吃完回去肚子痛 那個傻丁給我做漢堡 我就有加料 對啊 有加什麼料 對 反正我一直就是 做人啊 聰明一點做人 對 一句話出去 經過一點思考之後 你那一句話 怎麼樣都可以是好的效果存在 對啊 那我們真的是 休泰對上那個 劍 劍這個選手我比較不熟 但是玩蟲族的選手 然後 但是休泰的話 在上次 去年 有一個 世界的投票 就是投說 你希望哪些神族 蟲族 跟人類 代表世界 去打 韓國 真的啊 對 當時有一個比賽 在去年的時候 那時候 休泰就是 神族代表 投票 他有一個是 以分數來決定的第一位 然後第二位是用投票的 我好像記得 對 那時候 黑石的得分 好像是第二高 還是第三高吧 黑石也是有機會 我記得好像是投校第二高的 對 然後當時 shortype shortype 我忘記他是投票進去的 還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一篇 TeenLiquid的報道 直接報道 has 他的標題就是 2017 of has 放了哪些東西 大家說 他中文翻譯就是 就是 2017年的 has 對 又一個2017年的 has 意思就是他的風格 太 太獨具心裁 就是都用一些很有趣 他的風格 我講真的 他一直用 一直用 可能很難幫他繼續贏一下比賽 對 可是 他贏得了主播 跟觀眾 的喜好 你懂嗎 其實我們仔細聽 那個 歐美那邊主播 聽 他們在播has的比賽的時候 他們都是很開心的在播 會一直笑 因為 講真的 你播比賽 像 人打人 總是跟你打一些有的沒的無聊的東西 就很沒意思嘛 對 但是我只能這樣講 他很 很深得觀眾跟主播的心 可是 他 再稍微做一點調整 因為我講真的 在這個舞台上 聖者為王 敗者為寇朗 你還是要可以取得到 甚至你才 你才可以是 大家呼喊你的名字到最後的那一刻 如果has 今天 他如果哪一天 他可以用他的風格 打到個冠亞軍 打到一個 對 他或甚至拿一個 真的是拿一個冠軍 然後我跟你講 決勝局 對 用一樣 超級大招 對 這樣才會是名牛牽絲 他可能在中間的時候 先放個幾個招 然後打運 又打 打到最後一場之後 放個大招把對方打死 對 我跟你講 全世界天地都要學他 我跟你講真的 而且 也為他歡呼 對 他問題就是他的戰術 太容易被針對 所以他就只能在32強啊 16強搞一搞 弄一弄 然後就下去了 他真的 在重點調整一定是好的辦法 對 他就缺一個教練 他就缺一個教練 對 你現在是說自己要去 沒有沒有 我只是覺得很可惜啊 真的 他的風格太 太鐵詞了 對 所以 我覺得他現在年輕人 有些可能還是會有點 固執 他就覺得這樣最強 他還不想管那麼多 我就是想要用 還是有些缺點在 我是覺得他打那個馬路來場應該是 長戰術 你看了嗎 我沒看 我聽你講的感覺就是 你去看啊 長戰術 全部都一樣 對 全部都一樣就是長戰術 反正他都進擊了 他很好笑 他就是從 位置A 延伸到位置B 反正都在你家附近啊 但都是一樣東西 都是蓋飛機場 對 哦 這個 他們握手了 休泰跟那個 Chad 這個是畫面真的是休泰 你看 你看這張臉 這個一看就不值得過了 你說殺這個Chad嗎 對 他哪裡的 你認得出來嗎 這看起來就是巴西 巴西啊 你說 南美洲重王之類的嗎 對 我不知道啦 觀眾有人知道他的國旗嗎 我看不出來 等一下Race就通出來說 這個傢伙看起來就是 Germany Germany 他是土耳其嗎 有人說他 有人說嗎 墨西哥 墨西哥 準耶 我剛剛是不是沒有講墨西 我講真的 我看不懂他這個國旗長 是墨西哥 你剛剛是講墨西哥嗎 我剛剛有沒有講墨西哥 我剛剛是不是說 你剛剛講了一個 哦 你剛剛說巴西的東 巴西或者什麼 墨西哥我剛剛有講了嘛 你有講墨西哥嗎 有吧 我有講吧 哦 真的有講 我記得你剛剛是講巴西啦 對啊 南美洲嘛 對啊 我剛剛有沒有中到 這種東西看臉 就大家可以猜測到 墨西哥應該是在南美洲吧 對 應該是哦 反正就是 大概啦 大概啦 哎呀 不管啦 大概嘛 對 對 那 其實我 其實休泰 我剛剛不是講到那個 世界隊 那個韓國選手的那場比賽 其實休泰他打那場差點贏 他打超漂亮 打重組哦 然後 對手好像是 不知道是 Duck還是誰 反正就是 一線的重組 然後那場他是差點贏的 你說那個比賽是不是 中國也有去一個叫IA的 有嗎 是嗎 是IA嗎 我忘記代表的是 中國有去一個 好像是 好像是 但我忘記 我忘記中國代表是誰 但是好像有一個 他被打爆了 對 我忘記是不是IA了 可是我真的忘記了 好 然後我只記得休泰那場打很棒 他的閃電 真的是 電得非常非常漂亮 我只能說啦 可惜沒有贏 現在歐美選手已經進步非常非常多了 然後 以韓國的星際的那個 的市場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誇張 所以拉近了 歐美 越來越近了 對 讓他們更加可以抗衡人 以前是根本不可能打的 以前那個那個砍真的是 太太深了 然後 然後我們第一次看到那個 歐美那邊可以打贏韓國 就是從NIP 去打那個 GSO Super賽 他打冠軍 那個算是經驗我們最多的比賽 對 我想他是誰 為什麼 之前我還沒想說 他可能是打某些組特別強 不是耶 我跟你講我想說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在國際賽 擊敗韓國人嗎 怎麼 這個稱號被他給霸佔了 結果他去那一次 GSO Super 結果他拿了一個冠軍 而且一路上不是打賽季 他一路上都是打一些 韓國的頂尖選手 雖然說很多都是神打神 但是我們也確定了 他神打神是非常厲害 對 這幾乎是可以肯定 然後後來 我們目前 目前以他最近的 以之前的比賽來觀察的話 其實他相對來說 打人類騷弱一點 對 但是他打蟲族跟打神 是非常最水準 他打蟲族真的很強 我看了一些比賽 然後他之前在 要去韓國打那個GSO Super賽 好像要我去韓國嘛 也有打一下天地 據說是6800 好誇張 6800是一個很誇張的概念 我知道觀眾 6800對你們而言 沒什麼感覺是不是 沒什麼感覺是不是 來我們給你一個比喻 來 給觀眾們一個比喻 為什麼是我 6800喔 6800就是 黑斯這輩子 目前還沒有到6800 目前最高 應該是6400 你的比喻一定要是傷害別人嗎 我跟你講 6400 6500 大概是中師前 好我這樣講 我這樣比喻好了 我以前最巔峰的時刻 大概就是現在大概 6600 6500那邊 對 他比我前最巔峰的時候 還強 6800 是 中師前 6700那種 對對對 這樣比喻大家明白了嗎 好 那我們現在進到比賽 第一張地圖是紅粉B的城堂 地圖右上角紅色 蟲族是 Chen 墨西哥蟲王 應該是蟲王 他都坐在這邊 應該是蟲王 還有德國神皇 對 左下角 是 德國的神帝 小太 確實 當時 在 那個 星海星海最熱的時候 那時候 Sam 他曾經在韓服打到 中師前14 對 14嘛 但是我大概只待了一下下 不就上去一場 然後第二場下來就沒有上去過嗎 對 但是我上去過了 我勾上去過 對 就像 NICE也勾到6500過 你知道那時候勾上去有多困難嗎 每一場都是超強的對手 對 因為那時候 韓國直接選手 直接選手非常非常多 練習生什麼 老 那個什麼 馬倫坑啊 什麼 NICE啊 就收這種的嗎 對 真的是上 真的是只能勾一下下 後來就上不去了 對 那 黑石 黑石有沒有上過6500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NICE有上過6500 真的是誇張 我覺得你就算只靠戰術打6500 你還是超強 然後你看喔 GSO的選手 你大概6100 6200 你就有機會打到32強 所以你看 6800有多強 對 真的是 領先別人一個小幅度的差距 確實 我只能這麼講 對啊 基本上6800打那種6100啊 大概就是 真的沒有機會 好的 目前雙方的開局 這三隻公兵 我目前看起來幾乎是一樣啦 就是 松鼠就損族裸霜 損族是一個BG之後 開礦之後 機場 直接蓋機場 那這機場也算是蠻偷的喔 也算是快啦 算是蠻快的那種機場 只剩了一個教室之後 直接放下機場 教室就剩了第二隻 教室連輸兩隻喔 現在才開始 轉了傳送門 好的 我們的Chain 放下了三礦 他這個流程必須 空門要玩點生 對 因為他氣會不夠 對 他第一時間要放在機場 那如果說他又要配那個 經濟最大化的話 他氣是不夠 所以他必須先放機場 我們看這隻教室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這應該是沒什麼想法啦 只能來偵查一下 看一下叢族有沒有生都要狗 好的 他回去了 他應該也沒什麼太多想法 要嘛還是等第二隻教室過來 可以抓一點小空窗 唉唷 我們的劝王蟲直接在臉上喔 反正你也沒有東西嘛 對 這個是直接在臉上的 不演的 好 兩隻教室不停的偵查 他這個偵查主要也是看你 軟爆出來的東西 到底是狗還是攻兵 對 因為其實 神豬現在 他這樣這種開局 是沒有出哨兵的 其實是會怕你爆狗一波的 他剛剛其實 他剛剛你有看到他飄進去礦區裡面嘛 對 他其實應該有一點意圖是想要知道一下你的公兵量 對 公兵數量 對 他有看你在飄那個卵的時候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反正一開始狗數出來前 也是沒有太大的壓力的啦 不偵查 白不偵查 那這邊是出了鳳凰 一隻先知一鳳凰 他先爆了一小波 一小波的狗 他這些狗是我也要守那兩隻教室的吧 對 同時他要多爆一點 想說那就守完順便可以壓你一下 不要讓你那麼舒服的開三礦 因為像 像神竹現在這隻叫先知過來殺完鬧完之後 神竹可以在四分鐘多的時候去放他自己三礦嘛 就是那種最偷那種 然後配合教室賭一些建築學 他爆這些狗的用途 就是不能讓神竹 什麼兵都沒有就開三礦 但是我們的 shortime也沒有想要開三礦的意思喔 所以他這邊看起來是要用人禁丟那個 欸 他只有兩種可能啦 最近比較常出現的是 腳伸教室攻速 欸這個是科技全開 三條科技線全走 這個可能是要伸那個教室的攻速喔 這是要一波的吧 他刷一隻狂安石耶 難道是 唉唷 你看他的狗取得不錯的效果了 他狂安石是要防這個狗 看他VC到底是要放什麼科技 有 可以可以 腳狂 這波交換我覺得還行 這個蟲族是不是要打一波啦 神竹感覺也沒有要開三礦 喔他出蟑螂 他放上蟑螂可能是有點做保底的動作 對 看有沒有需要出到蟑螂 因為他殺他沒有必要直接出 可以嗎 有他有狗喔 有 後續有十幾頭狗跟上喔 可以嗎可以嗎 這礦可能開不起來喔 我覺得開不起來 但是有先知在 有先知在 對有先知應該是可以啦 那狗 這狗不夠多了 除非他帶媽媽過去 對 因為有先知在的話 那個狗會死很快 那是剛剛他選擇把 他有提王龍叔叔把媽媽帶過去的話 這個礦應該就死了 他應該是卡不住了 休泰這場的打法跟 NICE很像 NICE等一下過去的時候 那個休泰過去的時候等等 就是在臉上刷 先合白球嘛 先合兩顆球之後 然後現刷狂戰士直接打三礦 第一波的壓制 就是狂戰士被排球 效用真的蠻大的 這主要是 但是沒有蟑螂真的很難受 這也是為什麼他輸蟑螂 來了 完全 蟑螂完全用到了 他打完爆蟑螂 他選擇輸蟑螂一攻 其實打這個打法 如果 充足全出刺蛇也不錯 也是可以守 但是刺蛇要夠快 這個出刺的可能來不及 所以最近那個啊 最近不是有個打 吳四農 吳四農的那個 聽說要改爛了一點 刺蛇要多元 要分開 下個版本的 刺蛇的兩個升級是分開 哎呀媽媽又送了一隻 蠻可惜的 這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這個蟑螂 蟑螂有預先爆起來 他這個蟑螂沒爆起來 真的是守不住 真的是守不住 有點危險 公兵 公兵 不要死了 他被擠我會死嗎 當然會死啊 好虧啊 我覺得從頭已經輸了 他公兵為什麼要往那邊跑 他往下繞就好了 我覺得往下繞比較好 對啊 你先讓蟑螂跟 狂蛙是來個火力 激烈碰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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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有點頂不太住的感覺 好可惜喔 我覺得他沒甩好 他這樣子守住也不賺 因為 這兩顆白球還可以不死喔 然後殺你一堆公兵 這已經爆開了 好慘喔 從珠哪裡做錯了 你覺得 哪裡做錯了 他配兵是正確的 他公兵五十九隻 太多了嗎 其實也還好 五九隻也還好 不然就是五十隻左右 就要先爆一波蟑螂 再刷龍 因為他很明顯就是 那一波胎迷被打爆了 他是五十九隻 又爆一波蟑螂 然後他蟑螂還有在爆嗎 我剛剛沒有仔細看他的那個 他第一波打的時候 蟑螂明顯是不夠的 對 他大概只有十隻在 十隻在戰場上 他死三十二隻龍嘛 然後他總共殺三十七隻龍 也就是說他總共有 我必須講啦 七十龍 他大概有十龍是白送的 他死二十二隻龍 他死龍應該是要往下跑的 他不會 不應該死那麼多龍 他就算剛剛三框的工兵繼續踩 都比他往那個地方跑 好 被狂是追就跑嘛 對 那主要是白球啦 他那麼夠白球 白球摸一下 你工兵就死了 對啊 我剛剛還問你會不會死 當然會死啊 他馬上摸給我看 他 他上次因為他的那個 神族是沒有一攻的 所以說他要摸兩下會死 但他有兩個白球啊 他同時摸就好啦 而且白球的健身能力 其實還是蠻猛的 對 這樣已經沒救了喔 這場 現在就看修胎要怎麼修了 是他是修胎的修胎喔 真的是修胎 修胎的修胎 看他要怎麼修這場比賽 想幹嘛都贏 都可以 他走閃電 他出什麼都贏 我告訴你 他現在轉航母也贏 當蟲族劣勢 要搬回來真的是非常困難 他應該選擇 不修海配閃電了 這神族 就是一個超強地面組合的概念 修胎看起來也沒有他直接打一波 他就先把他的科技升上去 那不修的配閃電是現在 在幾乎升大衝 都會用的 很滾的吧 對不對 你出盾力獸啊什麼的 都可以打 都能打 反而巨像比較少見 你說海刺蛇也都打贏 因為出刺蛇有個timing啊 你神族過度掉了 閃電可以電了之後 就不怕之神 就真的不太怕了 因為你有閃電 那有閃電的情況下 你也不需要巨像 如果是打球主 白球跟不朽的配兵 又不怕毒爆 就真的是很萬用的配兵啊 我來想一下 蟲族有什麼機會可以贏下這一場 我來想一下 目前看起來是不太可能 他不能只有蟑螂吧 只有蟑螂打得贏嗎 打不贏吧 蟑螂的那個 截履碩的火 把閃電全部噴死 那可能有機會 太難了啦 還是不可能 但是神族給他面子 欸 我跟你講 修胎這時候兵有點少 唉唷 對 修胎是他兵有點少 他是 這還真的是他唯一的機會 他都 沒有沒有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看這個樣子應該是不可能 這個電一電就結束了好嗎 這個你只能跟他 你只能跟他打平手 那可是我們蟲族 在這種那麼劣勢的情況下 打平手就對我們也就是輸 你是要玩 你一定要把蟲族打爆 打平手不是我們需要的局面 這白球快被砸死了 這個修胎都沒差 他就A上去就好了 然後等 開戰再電 電馬可以電一發我覺得 好拉了一小坡刺蛇來殺這個 聖堂武士 看到這不朽有多剛猛了吧 坦了多少傷害 好這邊直接打GG 這前面那個真的是虧翻喔 真的是虧翻 對超級虧 他如果說今天是提早爆 就是他不要補到五角龍 他在提早一輪爆 喔那輕鬆手 多那七隻蟑螂 對多那七隻蟑螂 七八隻蟑螂差很多 他第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應該就要有個 二十隻蟑螂 不然就是剛剛的十幾條蟑螂 配至少個二十個狗吧 二十個狗 也可以吧對不對 也就是說 你這樣講就是他多刷了一輪龍嗎 我覺得那一波 我覺得很關鍵 要是我可能也是被打死了 因為我也是喜歡刷龍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META跟以前不太一樣 對 你在神族擋開那波攻勢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足夠兵力守 再來刷龍 你不可以直接刷上場寶橫 上場寶橫是守不住很多time 現在的進攻跟以前不同 以前是放個水晶塔 然後你刷兵也只能在那個水晶塔 而且你的水晶塔是不能操作你的部隊的 那你現在那個人技是可以操作你的部隊 所以你的兵力一定要稍微壓倒性的優勢 你不能打平手 打平手對我們也就是輸 他那白球上上下下 把你兵中換光了 講真的 好的 看來我們德國地主國 完全不給在地的正常觀眾失望 而且像最近其實有重組的一個打法 就是無視農暴刺蛇狗 然後在臉上變毒暴 這種打法 這打法其實 如果剛剛是用這個打法打 休泰這個打法 是能守的喔 因為他其實就是提早一龍暴兵了 第一波就有四捨了嗎 對 對啊 他就是提早一波農民暴兵了 那他也不知道什麼他選擇 他可能他的風格吧 他本來就想要暴蟑螂 有可能在歐洲並不流行這個打法 因為韓服是還蠻多的 然後還有就是 那個Race他有提到一個點 就是 剛剛我們不是有提到說 他一開始為了要守那些教師 他其實暴了蠻多狗 其實蠻多的 但是那些狗其實沒有做到什麼事情 所以他前期的經濟 相對差一點 有啦他有跟他換到一點點兵啦 那也是換到兵而已啊 他那些兵你就可以做工兵 我想真的 你等於是拿 那些本來是工兵 的東西去換人家兵 去給人家換兵 講真的啦 我不覺得是好事啦 那就相對於等於是 人家用那些兵去 殺你的農民嘛 然後你把他的兵殺掉的感覺 其實這種東西 最重組的人真的是很難去做抉擇 因為 能經濟最大化就經濟最大化 在你前期可以補農的時候你不補 你造出來的兵 基本上都要有一些作為 或一些目的性 不如就直接做工兵就好 對 都不是一件 對重組好的事情 好 第二張地圖來到的是 戰役高昂之進 在地圖右下角藍色的神族是 Shot Time 德國 在地選手 左上角 紅色的重組是Champ 要來踢館囉 我發現他們 他們這個應該是我選BAN圖 他們都把星圖BAN掉 他不就是 不想打嗎 目前都沒有看到星圖 不熟悉 因為畢竟星圖也才上兩三天而已 對啊 他們應該是七張去各BAN兩張吧 然後選三張來打 所以這一張應該是他們 目前最平衡的 你看剛剛那一場也打到了 現在就打到了 雖然說是人打人 但我覺得人打人 應該也不想打自己不熟悉 尤其人打人感覺 星圖的變數更大 哦 超大 你要更熟悉地形 因為你這個點被坦克架起來就結束了 對 很多點 可是通常變數大 對於實力弱的那一方 應該會比較喜愛吧 因為就更容易產生一些 失誤 效果 對啊 因為我覺得 怎麼樣去區分實力強跟實力弱呢 我覺得實力強就是包含 全方位的實力提升 就是 你不容易被一些 策略性的戰術給 造成傷害 其實像5800跟5900 說穿了 就是誰死在大招的機會少一點 對 因為 小的失誤少一點 我打天梯 我 其實你 你真的有在看的話 我可能有10場裡面 我可能有7場是死於大招 那7場基本上是 只要我把一些細節調整 就沒事了 就沒事了 那 我那7場的分數就可以 就可以hold住 這就是 這就是這樣子啊 真的 你的整體實力提升 你的分數就會上去 大概就是這樣 好的 所以檢討很重要 對 我 要知道自己輸在哪裡 然後下次不要再輸給同樣的打法 這樣進步才會 講真的 這件事情 講的簡單 做起來 不太容易 確實 沒有人會喜歡看自己輸的東西 而且自己練習 其實會有個盲點 對啊 因為你自己 自己的觀點 一直不知道是因為這樣輸的 因為你一直以為是這個原因 好 那這邊這個Chain一樣 他也是 踩了100氣之後 就把他瓦斯廷 生了狗速 他這個是不提升往頭速度的 反正他就是選擇送一隻蝗蟲 上一場概念就是這樣 那這場不知道有沒有要飛 又飛了 你看他又飛了 他就是要飛進去看了 正面 正臉直飛 而且 修太剛好也都不喜歡出追獵喔 所以 對這種風格的神族 就真的是正臉直飛 有 他這場換了 他這場出了一隻 教師之後先出追獵 他不爽了啦 在他臉上飛 他完全不管了 你 就算是你出追獵 我就送你那種概念 又看到了 他又踢在這 他就是要看你 機場出什麼 我送你 他就是這樣 你出追獵我就送你 你不出我也送你 反正他就是放在那邊看你 我就是要看你 你要不要來殺隨便你 他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這邊應該是看到先知了 真的是送蝗蟲 他打神族是不是就是先送一隻蝗蟲 他可能習慣這樣子 他覺得這樣實力比較接近 不送會覺得人口 太多了 他的流程就是這時候 要再多補一隻蝗蟲 他的流程就已經習慣了 他如果不送的話 他會奇怪 為什麼這人口那麼多 三分鐘的時候 會進去送一隻蝗蟲 感覺營運起來比較順手 你看 蝗蟲是不是補得很流暢 60了 完全沒有卡到人口 就 練得很多嘛 其實他工兵好少 什麼情況 重組工兵只有29隻 你自己看他抱的這些狗 這些狗其實有沒有20條 看一下 沒有沒有10條 其實他剛剛送那隻蝗蟲的時候 然後又多補了3隻蝗蟲上 對 這個時間點就會讓他少補了好幾隻 欸他這怪怪 他這個流程 你看他是他蝗蟲數量 上線已經貼到66 他又出了那麼多狗 那些狗完全沒裝到東西 他狗是還好我覺得 狗真的是必要的 我覺得是他 營運上 怪怪的 還沒有那麼順 他剛剛死在這蝗蟲嘛 然後後續又連續爆了 4隻蝗蟲爆出來 對 然後工兵稍微挺了一下下 所以你看工兵其實很持平啊 所以還好 4隻蝗蟲要800 欸400 4隻蝗蟲好像400塊 這樣就是8隻工兵耶 可是他不見得會有軟嘛 所以說大概就是 這個時間點會缺軟嗎 應該不會吧 還是會 會嗎 這時間會缺軟 小缺吧我覺得 但是應該不太會缺 基本上是你有多少錢都可以爆掉 好 這邊一樣是 我覺得這邊有點不太一樣 這邊的人進比較早一點 這一次 然後 他這次的打法是要這樣的 他人進很早很早 飛到對方加碼 直接刷兩個白球出來 然後做騷擾 然後有要轉地面嗎 呃 他先用白球騷擾 這場就不會有什麼 提速狂了 他就是白球鬧一鬧 那看情況 如果對方今天不是走蟑螂線的話 他就會線刷狂暗示 那如果是走蟑螂的話 那他就只用白球騷擾就好 跟上一場的概念不太一樣 這媽媽走出來這邊幹嘛 這媽媽有點狂喔 這是要一波吧 這要一波囉 我們的Chunk要一波囉 有有有 他是帶媽媽的一波 帶媽媽蟑螂火蟑螂一波 我們來看一下他 據說 充能蓋起來了 充能蓋起來了 欸我覺得這有可能打死喔 有可能嗎 對 充足後續有很多冰的喔 會有一隻不朽出來 這有一隻不朽了 喔他後面再補一個 真的有一隻 守住 可以嗎 喔這個地形有點卡到他了 我覺得現在充足 把這些劍組全部點光 然後 兵不要亂送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打 後面再補電池 他這個一個不小心被立場隔到 可能就打不下來 因為你隔進去的兵 他有充能 充能的加持下 應該很坦 對 可以嗎可以嗎 不能被隔喔 要很小心喔 這被隔充足會輸的喔 沒隔到 而且我把那隻招救了 修菜已經取消掉自己的三礦了喔 那我覺得這樣 可以嗎可以嗎 火噴 噴中間噴 噴起來 噴起來噴起來 哇 這樣會不會打死啊 左邊 你有充能 充足也可以奶啊 後續有後續的兵嗎 刷起龍刷龍刷龍刷龍了 翔要打後期了 我還一直刷十字龍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就回去吧 反正在這邊可能會全送喔 太危險了吧 我覺得就 就再佔點便宜就走人了吧 打一波還刷龍 走人了吧 欸還不走 哎唷還要再 哇 人家再輪兵這些兵就不用走了 對啊這個走了吧 走了吧 太貪心了 真的 是的 他其實很賺了 他跟他刷到十隻龍 再刷十幾隻龍 三礦寶盒 來跟修太玩 所以他這些兵其實應該要保住 對啊 不然他等一下被反打怎麼守 被反打的時候 只靠生出來的兵可能守不太住 像他現在你看 像他這裡有走的話就很好守 這幾隻狂野是能 做不了什麼事情 沒有到取得這麼好的效果 哇 不過雖然家裡是有一些張狼啊 他已經在爆章了 死一隻 守住是不成的問題啦 我覺得 但是三礦的很守住不知道 剛剛他是果斷一點 我覺得 應該是完爆了 他這個戰術很成功 讓修太直接三礦掉 然後戰損交換 重組也沒有到虧 這樣只要打死 有一點機會喔 應該是 應該是不行 欸立場 呦立場格好很難說 好啦應該是不行 重組後續很多兵的 十四隻張壓下去 這應該是沒 弓兵為什麼不拖上來啊 這守住就贏的東西了 何必呢 對吧 他可能覺得不需要弓兵就守住 守住 弓兵拖上來 坦一點傷害沒差吧 欸這不朽很猛啊 主要弓兵拖上來 可以坦不朽的傷害差很多耶 哇這個人禁 太秀了 極限自己最大化輸出 好啦不行不行 哇這 這注定要有一隻不朽死 喔就是剛剛那一隻 我是覺得這一波 打回來一點東西 剛才的弓兵死了是五隻 弓兵是他身處還領先 修太的弓兵真的蠻多的 對啊 原本修太是落後的啊 但是剛剛那一波過來之後 Chen他為了守住 他有拉農民嘛 死了一些農民 這樣子 來來回回 修太這一波應該是擋不住了 有幫你還有不朽嗎 不朽在那個飛機上面 四隻不朽 三隻不朽 兩隻滿血 兩隻 拉起來 再拉 再拉 這要很極限操作吧 可以啦 他要是這個極限操作 所以這個不行不行 後續還有很多兵 後續接狗啊 修太爆八百塊耶 這個很致命 這個在這個 最關鍵的防守時刻 絕對不能遇潛 三不朽 你看他這時候 七八隻狗 狂它是黏上來是不是就贏了 所以其實 小失誤 可能這也是他剛好三礦開起來的時候啦 好不行不行 不行 他如果錢花完真的是熟 我覺得他剛剛應該接一波狗 會讓這一波站力更強 就不要接蟑螂 對 比較快 先接一波狗再縮 喔他把國民履扣 有想法 但沒什麼差的其實 因為那個礦是他的命脈 不能掉 不過他現在根本打不贏外面的蟑螂 神族這邊也是沒攻防 第五隻不需要出來 好的 我們的嗆喔 也是很乾脆啦 簡單 撒爆蟑螂 不出別的兵種 這個 這個 我會 這個我也會 第五隻不朽 我覺得神族守住耶 守住了 不一定 你是要插五神頭 但我覺得 沒有吧 這個守住也贏不了 因為神族要枯竭了 守住可以開三礦喔 守住 守不住啊 問題是守不住啊 你覺得守不住啊 你看他怎麼守 會被消耗完啊 他也沒人進 沒辦法操作 同竹一直甩你啊 因為他剛剛沒有立場 他沒辦法硬吃蟑螂 沒辦法硬吃蟑螂的話 沒用啊 同竹試況呢 雖然說同竹經濟也不好啦 可是神族經濟也不好 我覺得 我懂你的邏輯了 要是修太繼續敘 繼續敘不朽的話 我的天啊 但是他的正面要有那個人禁燒作 火傷啊 噴起來 哇這立場有水準啊 這張很有水準耶 還可以接受 不行不行 他絕對不能讓火傷那個不朽敘成這樣子 再敘下去 真的是不好打 對啊 因為他的佩兵完全被玩爆 這個騷擾超級 然後配合一些騷擾 超級有水準 他是有機會翻盤啊 因為他這個佩兵真的是太霸不朽 前面有框子當漏盾 不朽在後面打 對啊 雖然說戰隊 戰鬥人口差了50 對 但那畢竟蟑螂嘛 但一隻不朽真的是打四隻蟑螂 真的 不跟你開玩笑 好硬要 硬殺農民 好 終於又可以開三礦 所以他已經沒錢了 他存了四百塊 他主礦可能剩兩個金礦 關鍵就是三礦開不開起來 開不起來真的沒救 哇這一波 欸不要啊 他沒有視野 他不知道冰來 就取消了 這樣要被耗死 他硬上了 沒有那個 他應該還有立場 立場 可以再隔一輪 立場要隔好一點 至少要吃個七八隻 可以嗎 立場要隔嗎 唉唷 不錯不錯 這樣隔我覺得重組要被翻盤了喔 哎呀被砸掉了 那他能夠砸幾次 這個戰損我覺得 重組打不贏 這個燒了 我覺得有可能翻回來喔 真的喔 真的是有可能喔 不朽真的很強 沒有在開玩笑 從頭經濟也一直被休泰稍微做牽制 很難說喔 他還在爆髒好了 他必須要把不朽換掉 一直做那種 交換對 不朽都沒在死 白球換一根 砸到 他是沒有什麼特意在閃 我看他被砸到後幾次 哇 我們的Chunk弓兵好少 這先知地大弓 他大概就是 剛剛不是在爆兵守嗎 他就一直在爆兵 一直爆兵了 這樣下去局勢只會對他越來越不利啊 除非他可以在一個寬闊地包到一波 這空要掉了 這樣的話正面 正面危險喔 有立場嗎 有有有 這樣子重組要送光了喔 這不可能啊 這不可能包的不可能 可以再隔啊 他不隔嗎 他不隔嗎 我覺得他可能被打死耶 這個立場是 你輸你贏的重點喔 喔這可能要先刷狂安士在臉上 不行吧 不行吧 他先刷上面再鋸隔 輪口一樣了 輪口一樣了 部隊單位持平 不朽太強了 真的 立場放得好真的 重組沒得到 而且這樣被狂安士插歪 這邊就靠立場跟不朽撐 好啦真的是翻回來 厲害 2比0啦 這個真的精彩了 地主國 他要受到大家的恍惚了 誇張 我跟你講 這每個不朽的指揮官 等級到嗎 每個都殺十幾隻了 不行喔 終於要倒了 可是倒光的時候也是差不多 Chunk要去做什麼 對好 Chunk這邊打最後GG 好 攻擊這邊休泰最後是2比0擊敗的Chunk 誒我還以為他輸了呢 但我覺得 我覺得是Chunk 的經濟被打擊太嚴重了 還有他太執著爆炸 因為我覺得蟑螂 真的不是 不太適合現在的META 他真的 殺了META就是出不朽啊 不朽白朽啊 不朽 又可以操作 這樣 配合零件的操作 你要到底怎麼換啊 對 以前還不能這樣操作喔 對 不過 休泰這場能夠逆轉 還是他的立場放得好 他立場沒有剛剛那個水準的話 可能還是會輸 然後還有那個 前期充足有點優勢 對還有嗆真的太傻爆了 我覺得他剛剛有試況的情況下 他防守嘛 不打了 過來最多把你三方點掉就走了 對 毒爆 對對對 轉毒爆或者轉飛龍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 剛才很明顯啦 他已經沒有空軍了 不過他剛剛的攻防是 那個遠程一攻 對 只有一攻 所以他可能本來就打算這樣打 我覺得要稍微做轉型啦 我覺得太執著了 OK吧 我們等一下是不是 等 看 主播的訪問啊 對 結果播兩場都是德國的 我覺得 等一下第三場應該會是播 Lambo 看他們怎麼選擇 對啊 Lambo Mana跟Lambo 那Mana跟Lambo剛打過了嗎 除非他們在最後一場又遇到 就是兩個都是一勝一敗然後遇到 打加賽 我只能說啦 剛剛那個局面 他的蟑螂 要是拿來防守 把經濟補起來 補到四礦寶盒 做很多轉型 都 都會 都可以打後期 我不敢說他一定贏 對 因為神族也會開出他的三礦四礦 可是你撒爆蟑螂 你一定要可以把神族做出致命 致命 致命的一擊 不然你只要打出像剛才那種僵持戰 你就打不贏 越拖久了 人家的冰濃漿又回來 然後 對 不朽越續越多 真的是 蟑螂太爛了 真的 我很開心喔 這位德國小家 這個賽 主播回來想說你怎麼贏那麼快 這邊 這個妹子又來了 你說很猛的妹子 我沒有說很猛 那你剛才說他什麼 沒有啊 我只是說 妹子啊 感覺修太打這場也是蠻輕鬆的 他們這只是贏 贏而已還沒有晉級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他們還要晉到三個牆 然後還沒晉級 然後就做訪問了 不是吧 目前看起來 RAMBO已經晉級了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 只要贏一場 就 只要你贏了你的BALL3 就會上台簡單訪問了 應該做這個風格 他們說那個RAMBO已經贏了 所以RAMBO已經出現了 那這樣等一下第三場不知道會播誰 對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他們怎麼安排 反正我們目前 這邊都是配合 他們的英文 英文的頻道 去做中環 我晚一點 如果大家還沒睡的話 會有NICE的比賽 我們可能會針對NICE去播 我們下一場再播完的話 64強就結束了 對 他們一直在打 他們現在每一行都在打 同時同步進行的 我們剛剛看到有很多電腦 他們其實都在比賽 對 剛剛我們有帶到嘛 剛剛台下的電腦大概 有準備64台讓妹妹妹去打 對 可能不是64台 可能是準備32台 就是兩輪 從A組到H組先把他打完 再換下面的檔 32個選手 32個選手 好的 所以這邊全部都選出 兩位的話 會變成是16個 對 32個吧 8組嘛 A到H嘛 32組 所以會有16個嘛 那加上世界各地的前兩名 所以總共就是32個 對 他們是以這樣賽事去進行的 對 然後這個是Chen剛跟Shotime打的第一場 這是第一場的重播 算是一個重播了 highlight 然後這是剛剛第三場 這個章狼不可能強衝 怎麼衝都不可能 你看那幾隻蟑螂嗎 完全變送兵 對 然後他也拉那個距離 所以說變成之後機會是都打得到 蟑螂是碰不到的 這個真的不能硬衝啦 真的 我覺得那個蟑螂拿來防守 防守 防守的情況下好多了 所以其實 其實剛剛 充足在取得這麼大的優勢 情況下 其實他比較好做 應該刷一波龍 下次的收血 因為他的部隊很龐大 對 你真的要修太 硬要打你 那 人家就是有兩礦 你幹嘛拚啊 你轉型 你四礦 不管轉後期了 我覺得 你可能轉大龍啊 什麼的 轉刺蛇 轉大龍 飛龍 轉一波飛龍 再轉後期 應該都會很好打 我覺得 他剛剛那個蟑螂的數量 絕對夠人家的冷靜騷擾 一定夠他防的 他剛剛應該也發現了 修太是以 不朽為主的部隊 一直在做防守 對 所以 你可能轉敦敵手也可以啊 什麼的 我覺得 你 傻爆炸應該是沒什麼前途 對 都比那個出蟑螂 因為其實他經濟也不好 他的領先是領先在他的部隊上 他們都是四十幾人口 剛剛在對決 他剛剛的敗比就是在那個 對方反打的時候不是殺了他吃幾隻農嗎 從那之後開始他就是全部都是在暴蟑螂 對啊 對 可是在那種情況下 他的人口還可以一直領先50 當你一直在進攻的時候 神族的臨近真的是煩 啊 真的是煩 沒在那邊開玩笑 真的是煩 除非你真的能一擊打死 你只要你打出江子戰 那你就輸了 因為臨近會一直刷命 對 所以這真的是蟲族 一直進攻的一個缺點在 秋太太也走打得很好 因為他臨近後面一直鬧 其實一字框點掉 三框也把他攻兵鬧到快沒 以前我們會說那個一個神族 強不強是看他的立場 現在我覺得一個神族 強不強是看他人進用的怎麼樣 對 臨近真的 人進真的太強了 很好用的單位 限刷兵 這個是不開玩笑的 他其實從一路 改強上來 就是血量增加嘛 到現在最OP的就是他可以遠距去上下 所以變得他是一個可以 太靈活了 讓你的單位都可以閃現的一個 一個輔助兵種 超猛 對 有神族這種高科技的兵種的玩法 不然其實以前人進的出場率很低 就只是拿來騷擾啊 對 就是 就只是拿來騷擾的 然後 稍微上下自己的一些重高 可能像重不朽嘛 或是再燒兵上去嘛 而且他還要在你的正頭上才有辦法上下 像是遠距離的 比較難 那現在遠距離真的是很高科技啊 對 這個修態是打得蠻不錯的 目前這三個種族演化到現在 這個 臨近上下應該演化最完善的一個科技 其他我覺得都還好 那你覺得 蟲族那個 一本可以升空投怎麼樣 這個剛出來都很強耶 這個演化還不錯 我覺得一本可以提王王的速度 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改動 因為會讓 蟲族 想要偵查你的時候他有這個選擇 以前是 你用一套戰術你真的是看不到啦 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尤其有些土的那個腹地比較深嘛 有蟲飛去也是看不到的 所以現在蟲族就是 你也不知道他要不要升王蟲族 雖然說升還是會有點小虧 小虧 但是他想看就是看到 對 把你全部看光 對啊你只要升了 你飛兩隻蟲蟲不可能看不到 你飛不了你飛三隻蟲 你不可以三隻都被打下來 對 完全同意 所以變得現在的那個 這個應該算是那個什麼 博弈性降低了 對 可是我目前看起來好像 蟲族還是不太喜歡升 有啦 還是有啦 還是有啦 我知道韓服像 Zoo他還蠻喜歡升的 我看到實況的時候 還是看玩家的風格 你說SOO嘛 對啊他還蠻喜歡升的 就是犧牲一點經濟吧 可是其實SOO的打法 他不一定每一場都偵查 我之前 他有一場比賽就是 完全不偵查 他不知道神族加長什麼 完全沒看 但是他的打法 就是已經算好了 在某個時間點 主框一隻防通 對 二三框 他們玩太多了 各兩隻後蟲 然後二本一號 直接按一隻劍場防通 不怕引刀 不怕限制 我只能說他們 練得太多了 很多東西都已經 像現在玩得多 很多timing的東西 其實 他們都知道 很類似啊 什麼timing你會有什麼 基本上都 我聽說不知道現在跟誰聊天 好像是西瓜吧 現在的版本是一個 打timing的對決 你timing掌握得好 在這個版本 你才可以取得到比較大的優勢 對 以前 我可以打感覺的 現在不行 現在timing太重要了 現在timing太重要 沒有 但是打不夠多嘛 對 打不夠多嘛 好 你打多的話 你當然會知道說 這個時間點 沒有先知 也是啦 其實 我玩真的是玩得不太多 對啊 就像是我在打 蛇豬內戰的時候 我就會說 我覺得對方是引刀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間點 他前面可能出了教師 沒出追劣 然後這個時間點 又沒有先知過來 那這剩引刀啦 對我懂 對啊 就是一個感覺 對啊 不然他瓦斯用去哪 所以說 我們現在算是要再稍等一下是不是 有 他剛其實有 有露出來那個 下一場對戰 對 但是不到一秒鐘 所以我沒有 我好像只有看到一個J 對 有看到一個J 有看到嗎 我看一下 應該是 John Snow嗎 因為我剛好看到一個J的樣子 對 好 對 好 那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進行廣告 那三分鐘後我們再玩